给喜欢人冻草 也不喜欢人壁雷 今天开德英公众室超男子有王权 我这体是1比6 分件看起来很多 主要在悟空身上的蓝色特效件 因为是磁吸 所以拼装难度并不大 并且人物主体没有动 好拼 还有个值得夸奖是烟雾特效件 以下是电装 开灯后一体通电 让最上面的灯带一起发光 使得上半部分的蓝色透明件灯效不会断成 关灯后效果更明显 整个暴戏特效件和地台衔接完整 观赏性很棒 悟空身上营料的蓝色气焰很多 工作室应该有安装说明或者视频 我不在群里 所以找着关涂装 也不难 五刀服了涂装 整体带有刷白效果 饱和度就没那么鲜艳 以我的主观神门来说 反倒希望色彩鲜艳些 肌肉用红色做阴影色 符合金王拳身体发红发热的设定 这款的做工是在线的 比如鞋子的皮革纹理 绑带了麻绳刻画 在侧面碰上红色的环境色 拳头的指甲与纹路清晰 线条明朗 但皮肤的纹理稍显用力 头发刻画简单 形列的还不错 蓝色渐变过度到白色 地台用蓝黑色模拟 颜色纹路的斑驳 寄王拳的标志 用红色颠堵色做一个点缀 地台在不开灯的时候 看得比较普通 但开灯后好看很多 背面用烟雾与飞蚀 因合物空的暴气 正面只用一圈环绕的烟雾 和透明剑向外散看的飞时 进一步刻画暴气的炸裂感觉 悟空的超能雕像不多 隔音这个算比较还原了 严肃脸的容错率也高 面雕我挺喜欢的 衣服边边角角的破损锐度 也还不错 涂装再薄慢点就更好了 另一个蜡喊半身 带一点暴衣效果 大体上也还不错 但眼珠 我觉得还可以再大一圈 一定程度上 这个替换身 跟整体的暴气设计 更搭配 张力更足 替换身的底座 带有完全不同的 男子色特能件 还有诚意 试比例的 作为一个小胸像 就更可观了 灯效和造型 是这款的优势 眼珠和涂装 我的建议偏主观 也不一定对 大家有别的看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品控上我这体 除了胸口有一出异色 其他没什么问题 整体来说 1000多的价格 是值得入手的 好了 今天的测评就到这里 想看更多龙珠雕像 关注取宝不迷路 拜拜